蔡根坛 宏映明 七首道德者 吉莫一时 依阿权侍者 凄凉万古 达人观物外之物 私生后之身 宁寿一时之吉莫 无取万古之凄凉 涉世浅 点燃亦浅 历世生 积谢一生 故君子与其练达 不若普鲁 与其屈颈 不若疏狂 君子之心事 天清日白 不可使人不知 君子之才华 欲韵诸藏 不可使人亦知 势力分华 不尽者为节 静之而不染者为游节 智谢机巧 不知者为高 知之而不用者为游高 耳中常闻逆耳之言 心中常有福心之事 才是尽得修信的底时 若延延悦耳 适世快兴 便把此身埋在阵独中以 疾风怒雨 晴鸟七七 季日光风 草木星星 可见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 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 浓肥心肝非真味 真味只是但 神奇卓亦非智人 智人只是常 天地极然不动 而气机无喜少听 日月昼夜奔驰 而真名万古不易 故君子闲时要有吃紧的心思 忙处要有悠闲的趣味 夜深人静 独坐观星 使觉望穷而真独入 美于此中得大积去 既觉针线而望难逃 又于此中得大残余 恩礼由来生害 故快一时 须早回头 拜后或返成功 故伏心处 莫便放手 离口线长者 多冰清玉节 滚衣玉食者 甘必吸奴盐 盖至已淡薄明 而节从肥甘丧也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宽 使人无不平之叹 深厚的会则要留得长 使人有不愧之思 进入窄处 留一步与人行 滋味浓的 减三分让人长 此事设事一级安乐法 做人无蛇高远事业 摆脱的俗情 便入明流 便入明流 为学无蛇增益功夫 减除的物类 便超圣境 交友虚带三分辖气 做人要存一点素心 宠立无居人前 得业无落人后 受享无余分外 修为无减分中 处事让一步为高 退步及进步的章本 待人宽一分是福 利人实利己的根基 盖世功劳 党部的一个经字 弥天罪过 党部的一个悔字 完明美节 不宜独任 分歇与人 可以怨害全身 入行污名 不宜全推 引歇归己 可以韬光养得 世事留隔 有余不尽的意思 变造物不能忌我 鬼神不能损我 若夜必求满 功必求赢者 不生内变 必照外忧